接力2021台湾灯会新竹市府在台中灯会设巢灯区 新竹市府今年在台中灯会设立新竹小灯区 邀请到声光艺术家姚仲涵 与刚从阿姆斯特丹灯节参展回国的有用主张 打造能用声音跟灯笼互动的科技潮流灯区 只要讲话拍打就会触发藏在树丛中的灯光发亮 并用纸飞机做异象 悬挂多架闪烁的灯光纸飞机呈现竹市城市科技感 新竹市是2021年台湾灯会主办县市 此次在台湾灯会设立新竹灯区 以2021HSINCHU入口异象 竹梦飞翔 光电兽等作品 作为台湾灯会在新竹的前哨 从今天到23日在台中厚礼森林园区 邀请各位网媒网红前往彩点 跟着光的轨迹展开奇幻的灯光之旅 市府表示新竹又名封城 强风气候造就城市独有特色 同时也是全国平均年龄最低 生育率最高的科技城 因应充满童心的城市特色 新竹市政府今年特地以童年跟风等等元素 邀请今年参与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冬季展 Canary Wharf Winter Lights 以及德国柏林灯节春季场 Spring Light Festival Berlin Light Weeks 的艺术团队有用主张 创作出竹梦飞翔 竹梦飞翔是以纸飞机为主题 压克力为素材 在空中悬挂出一架一架的灯光纸飞机 飞机还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出不同颜色 呈现多样貌的彩虹色系 充满科技感 另件互动性作品光电授锦号18路径 由声光艺术家姚仲涵打造 游客可以透过声音跟这个作品互动 只要讲话拍打 就会触发数从中的装置 转化成光影 只要边往前走边发出声音 灯光就会逐渐亮起 制造出有如偶像剧般的浪漫场景 新竹灯区不仅充满童心 更是情侣的最佳约会场地 程萧楚表示 2021台湾灯会30年来首度落脚新竹市 预定在旧城区举办 近日市府也推出不少艺术灯光暖身 像是新竹公园的城市躲猫猫 就有十件作品打造白天 夜晚各有不同氛围的夜间动物园 邀请民众来竹市赏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